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Shake 今天是寵物鳥圖鑑第13集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鸚鵡是一種非常適合新手飼養的品種 最明顯的特徵在於牠們的背部有橫向的紋路 這種鸚鵡大家都叫牠們橫斑鸚鵡 今天除了要來帶大家認識橫斑鸚鵡 我們已經講到13集的寵物鳥圖鑑 今天也要來教大家怎麼樣評估一種自己比較適合的鸚鵡 還有在挑選鸚鵡的時候應該要注意哪一些面向呢 在進入主題之前先來跟各位討論一個跟鸚鵡有關的大新聞 台灣寵物鳥的飼養已經多了另一項里程碑囉 2005年的時候因為防止禽流感疫情的蔓延以及發生 是一律禁止所有的鳥群類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 經過了長時間的提案與審核 台北市政府已經在9月1號的時候 同步開放了公車以及捷運的寵物鳥搭乘啦 但是也要記得它是有條件的 寵物鳥必須裝在特定範圍大小的籠子內 而且每一位乘客現代一隻喔 總結來說目前只剩下高鐵是禁止寵物鳥的搭乘 台鐵捷運公車都已經開放囉 真的是可喜可賀啊 那我們就開始來介紹橫斑鸚鵡吧 橫斑鸚鵡是來自中南美洲的鳥類 屬於飼養難度低而且相當安靜可愛的鸚鵡喔 但是有個體上的差異啊 所以有些部分的橫斑鸚鵡炒起來是挺嚇人的 橫斑鵡的長度大約坐落在16公分 而體重大約為42克到52克 它們的壽命大約在10到20年左右喔 那橫斑鸚鵡它們的原生地是在什麼地方呢 從中美洲的墨西哥南部 巴拿馬西部到南美洲的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 哥拉多 這個區域都有可能看見橫斑鸚鵡 甚至到秘魯中部的開闊森林都有可能出現喔 橫斑鸚鵡算是一種群居性的動物 牠們通常在野外呢是上百隻一起行動的 野生的橫斑鸚鵡喜歡在樹上面跳躍 而也喜歡躲在葉子下面 這樣子的個性其實在飼養橫斑鸚鵡的四組都可以觀察到 橫斑鸚鵡會比較喜歡躲在陰暗的角落 牠們喜歡壓低自己的身體 慢慢的移動 而且偷偷的觀察 牠們有時候在野外會到農作物去覓食 牠們在野外的食物有水果 薑果 還有一部分的昆蟲等等 橫斑鸚鵡約有兩個牙種 外表上面的差異 在於牠們綠色羽毛的深淺 以及背部黑色條紋的紋路 一般來說成年的橫斑鸚鵡 牠們是呈現綠色的 尾巴呈現墨綠色 牠們的鳥會會略帶一點粉紅色 而母的橫斑牠們的橫向紋路比較窄一些 那我們觀察橫斑鸚鵡牠們的腳是呈現粉紅色的 其實小時候的橫斑鸚鵡 牠們的橫向紋路是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 會隨著牠們的年齡慢慢增長 而牠們的顏色會越來越深 越來越明顯 牠們公鳥跟母鳥在外觀上面很相似 幾乎很難從外表上面分辨 但是有時候公的橫斑鸚鵡 會比母的橫斑鵡來得多一些橫斑 但是一樣我們通常會利用血液的檢驗方式是最為準確的 現在養殖市場上面已經有非常不同種顏色的橫斑鸚鵡出現了 而且很多顏色都相當美麗相當漂亮 橫斑鸚鵡牠們曾經是非常流行的一種鸚鵡喔 不論是綠色的原生種 藍色 黃化 也有所謂的乳白色 墨膚等等都相當的受歡迎 於是橫斑鸚鵡在台灣就越來越常見了 然而牠們的繁殖能力很好 繁殖也很快 飼養的難度不高 所以飼養橫斑鸚鵡的人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了 所以到現在啊 牠們的市場價格其實不是很高 中南美洲的橫斑鸚鵡繁殖季節大約從12月開始 而南美洲大約落在5月到7月左右 而橫斑鸚鵡也是屬於一種可以群養繁殖的鸚鵡喔 而且牠們在台灣幾乎整年都可以繁殖 牠們朝鑲選擇的大小就跟一些小型鳥 像是小櫻阿姆丹鵡 跟這些小型鳥用一樣的朝鑲就可以了 牠們每次生蛋大約生4到5顆 而牠們的孵化其實大約21天左右 在6個星期之後 牠們的羽毛就會長齊囉 龍養的橫斑鸚鵡牠們非常的安靜 而且啊 牠們的個性 牠們的性情也非常的穩定喔 牠們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攀琴類 所以呢 牠們在籠子幾乎都很喜歡用爬行的方式移動 那相對於其他的鸚鵡 牠們飛翔跳躍的行動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那牠們也是一個非常喜歡水的鸚鵡喔 你們如果飼養橫斑鸚鵡可以為牠噴灑少量的水 在野外的橫斑鸚鵡牠們甚至在下雪的時候都會利用雪來進行雪域喔 如果這樣子方式玩水的橫斑鸚鵡牠們也有一個相當特別的地方 橫斑鸚鵡牠們在休息的時候通常會呈現水平的狀態 牠們的頭部跟尾巴幾乎會呈現一直線 牠們的身體跟小型的愛奇鳥比起來是沒有牠們那麼樣的強健的 一般在飼養橫斑鸚鵡上面你就可以多了一些蔬果的餵食 而牠們的適應力也沒有像小鸚這麼好 所以如果你養橫斑鸚鵡的話就要細心的照料牠們喔 在小型鸚鵡當中橫斑鵡牠們的說話能力也是不錯的 而且公的橫斑鵡牠的說話能力會比木武的來得好 那牠們最早可能會在12週開始就會慢慢的啞啞血雨了 在生活當中也會很喜歡模仿一些日常生活的聲響 牠們在2歲以前的模仿能力最好 而且牠們會模仿人類的語句詞句等等 那牠們跟其他鸚鵡一樣牠們都有一段時間的青春期發情期 在那段期間牠們的性情會變得比較暴躁會比較喜歡咬人 但是正常飼養的情況之下很快就會過去了 這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那橫斑鸚鵡牠們的指甲長得很快 需要定期的修剪磨指甲 很多飼養小型鸚鵡都會遇到維生素缺乏症 那也就是說你平常啦餵食牠們的蔬果並不夠 而不能只單單是種子給牠們 這樣很容易造成牠們營養失衡 進來而產生脂肪瘤 橫斑鸚鵡也是一個特別容易長脂肪瘤的鸚鵡喔 所以很多專家就會建議我們在飼養鸚鵡的時候 可以餵食牠們發芽的種子 這樣就可以降低牠們食物當中的脂肪成分 而進而避免脂肪瘤的發生可能性喔 而我們在飼養橫斑鸚鵡也盡量要避免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 像是常見的有毒食物 包括了酪梨、還有含有咖啡因的物質、蘋果的籽、再來柿子、洋蔥 這些都很有可能會造成橫斑鸚鵡他們飲食以及身體上面出的狀況 另外我們可以提供他們一些水果給他們補充營養 但是也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觀察到他們糞便的水分含量比較多 那可能就要減少水果餵食的比例囉 橫斑鸚鵡跟其他鸚鵡比起來 他們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他們的糞便含水量比較高 也就是說他們的味道可能會相對的比較重一點 所以四族也要比較勤奮的清理環境 也常常會有人搞混橫斑鸚鵡跟太平洋鸚鵡 這兩種鸚鵡他們的體型都不大 但是仔細觀察也可以觀察出他們不同的地方 最簡單的方法 橫斑鸚鵡他們的背部、橫向的紋路是非常厲害的招牌 而太平洋鸚鵡就沒有這樣子特殊的紋路囉 那在體型方面 橫斑鸚鵡他們的體型會比太平洋鸚鵡來的大一些喔 大概可以利用這幾點來幫你分辨橫斑鸚鵡以及太平洋鸚鵡的差別 我們目前的寵物鳥圖鵡已經介紹了13種的鸚鵡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想要養鸚鵡 但是你不太知道自己比較適合哪樣種類的人 我這邊要幫各位整理介紹幾種面向 讓大家比較容易來挑選自己適合的鸚鵡 首先第一個你可以考慮的面向就是個性 每一種鸚鵡甚至每一隻鸚鵡他們的個性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不能控制每一隻鸚鵡他們個體的個性 但是呢我們可以在飼養之前考慮一下我們要哪一種的鸚鵡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養一個個性溫柔可以陪伴你的鸚鵡的話 那我想所謂的旋鳳秋草以及我們剛剛講的橫斑鸚鵡都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你的鸚鵡可以跟你一起玩比較屬於活潑類型的 並且你也有非常足夠的時間可以陪伴 或許你就可以考慮比較活潑一點的鸚鵡 像是金太陽啦凱克啦和像鸚鵡他們都是屬於比較活潑類型的喔 如果你今天想要養的鸚鵡是可以像朋友一樣跟你談心的感覺的話 或許你就可以選擇亞馬遜鸚鵡、灰鸚鵡、折中鸚鵡這類的大型鸚鵡喔 他們啊都是充滿智慧的鳥類喔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考慮的面向就是壽命 鸚鵡的壽命其實相差甚多 如果你是第一次養鸚鵡而且經驗比較不足的話 你可以先選擇壽命比較短的大約10年左右的鸚鵡 像是虎皮啊牡丹鸚、小鸚都是很好的選擇 先慢慢累積自己的經驗 常見的狀況都比較知道要怎麼樣處理之後 在飼養壽命比較長的鸚鵡 像是凱克啦、金太陽啊、和尚 牠們的壽命都會比前面講的鸚鵡來的長一些 等到自己對鸚鵡遼落執掌之後 你有了足夠的時間、空間 或許你就可以開始去飼養大型的鸚鵡 像是金剛鸚鵡、八彈鸚鵡等等 好,那第三個我們可以考慮的面向就是叫聲的問題 像今天介紹的橫斑鸚鵡 牠們就是屬於公寓非常適合飼養的鸚鵡 因為牠們安靜溫柔、不容易吵到鄰居 那如果你想要飼養那種叫聲比較霸氣一點的鸚鵡的話 要選擇大型鸚鵡,像是八彈鸚鵡這一類的 如果你沒有強大的隔音設備 或者如果你沒有住在郊區的話 那很容易會造成鄰居的困擾 如果今天你的環境並不適合飼養這種叫聲很大的鸚鵡的話 那我們也千萬不要挺而走險的帶鸚鵡回家 並且我們要對每一條生命負責 第四個我們可以考慮的面向為費用開銷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在飼養之前要想清楚 基本上越是大型的鸚鵡 不論是在飲食、或是玩具、看醫生、籠子器具 這些地方都是越花錢的 而且一定要記得在飼養牠們 一定要幫牠們準備一筆看醫生的費用 當鸚鵡生病的時候 我們敲到能力帶牠們去看醫生 之後我會再詳細的做一集細項鸚鵡的必要開銷 那以上提供這四個面向 大家可以仔細的思考一下 並且試著評估自己的狀況 還有適合飼養什麼樣品種的鸚鵡 希望這些對你們有幫助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聽什麼樣寵物鳥的介紹 或者是想要看什麼樣的主題 都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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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